好可怕喔 一堆細菌集結在一起 只要你24小時沒把它洗掉 只要你24小時沒把它洗掉 它就變結石了 所以你會不會造成什麼 好可怕喔 一堆細菌集結在一起 只要你24小時沒把它洗掉 它就變結石了 所以才要定一堆細菌 才要定一堆細菌洗牙 對對 我看你舌頭在那邊繞了 再感受一下牙周 應該有三個東西都要做到 這三件事情只要都做到了 牙周病大大降低了 歡迎收看時代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第一位洪百榮 第二位郭欣 第三位大牙 哈囉大家好 應該每個人都有那種刷牙 牙齦出血的經驗 有喔 常常的 有沒有想過是為什麼 火氣大嗎 是熬夜的關係嗎 熬夜嘛 刷太用力喔 這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這個紅腫 然後有點那種牙包是不是 喔牙包 有 在舊齒那邊會有 而且這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突然的 對 你還會很興奮的把它擠出來 把它擠破對不對 小孩子不懂事都是這樣 國欣你有擠過吧 我會擠破啊 然後就閒閒的嘛 對對對 這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 但是 不是只有火氣大 不是只有火氣大 它有可能什麼 牙周病的前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你還不夠 會覺得驚悚 我再跟你講一個可怕的地方 18歲以上的成人牙周病 罹患率高達多少你猜 多少 多少 你們覺得 50 50嗎 65 我告訴你 99.6% 真的假的 等於是 無醫性 對啊 所以我爸爸有牙周病 那我不是死定了嗎 不是 遺傳跟遺傳沒關係 你現在講的重點 跟遺傳沒關係 它是因為你的 生活習慣 喔 而且牙周病只是一個開端喔 如果你的牙周病呢 開始越來越嚴重 它會透過什麼 血管喔 跑到你其他身體的物位 然後呢 進一步會造成什麼 心肌梗栽 太誇張了 還有中風 好恐怖喔 這樣有沒有比較進入主題了 我喜歡這種表情 想不到耶 好可怕喔 我們先問潘老師 到底牙周病 是怎麼發生的 好不好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 沒有適當的清洗 所造成的 因為牙周 就是你要把牙齒 講到是牙齒的周圍 所以除了那一顆牙齒之外 它所有周圍的地方 都叫牙周 那牙周圍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你像這個齒牙 就是那個牙肉的部分 對 還有這個韌帶有沒有 就是牙齒跟那個齒槽骨 就牙齒種在骨頭裡面 它不可能直接種在骨頭裡面 它有一個韌帶 有個骨胸 那個韌帶 然後還有一些血管啊 等等的這些東西 這些通通都稱為牙周 所以牙齒周圍的組織 產生了病變 就叫牙周病 彩虹你現在是在找是不是 我看你舌頭在那邊 在感受一下牙周 對 那跟牙結石也有關係嗎 牙結石可以引起牙周病 因為牙結石是怎麼造成的呢 就是我們牙齒產生的 就是一直都有很多細菌嘛 對 那這些細菌想要找個溫暖的家 所以呢 因此它一開始先形成牙菌斑 就是一堆細菌集結在一起 然後大家共同來造房 先成群結檔 先成群結檔 對 然後呢要開始蓋房子 四季造房子 對對對 然後開始蓋房子 那這個房子呢 只要你24小時沒把它洗掉 它就變結石 一天 所以才要定 24小時 才要整體去洗牙 對對對 就是說它如果說 24小時沒把它洗掉 它就可以變成比較不容易脫落的東西 就有點類似結石的東西 嗯 那結石你就刷不掉了 嗯 這時候就要用超音波震掉 所以潘老師 換句話說如果牙齒常常結石 對 就等於是 有可能疑患牙周病的徵兆性 哦對 當然因為它打那個那個房子在裡面 它房子越蓋越多嘛 對 然後你又洗不掉嘛 然後呢它 然後你洗的時候 它就躲進城堡裡面 然後你在那邊刷 它就躲在裡面 它颱風過了就算了 然後等到過一陣它又跑出來又咬你 對 那這麼說好了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刷牙方式 跟一個對的刷牙方式 會大大降低罹患牙周病 哦非常正確 就是我們應該有三個東西都要做到 第一個就是正確的刷牙 對 第二個要正確的使用牙線 好第三個要定期去看牙科醫生 這三件事情只要都做到了 你就大大降低了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喔牙周病的併發症 當然只是稍微跟大家小提一下 餵貴陽 對啊 獅子瘋跟牙周病什麼關係啊 對啊 這個有點誇張耶 獅子 是硬掰吧 沒有沒有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 它很多的理由都可以講到 我先講一個 它不是只有一個理由 好多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我們牙齒產生問題之後呢 我們在咀嚼的功能是會降低的 對 所以因此呢我們就很容易去吃一些 比較容易吞咽或者是流脂 或者比較好嚼的東西 對於硬的東西就不嚼了 沒錯 人都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它的牙齒咀嚼功能不好的情況之下呢 它不能夠 活化這個腦部的神經 所以因此呢 對於那個神經記憶力的退化呢 是有負面影響的 所以我們發現是說 老先生只要牙口好 老太太牙口好 他能夠一直阻絕的話 失智症是大幅度降低的 真的耶 有關係喔 因為活化腦神經 因為你在動的時候 它整個腦神經是活化的 你如果用磁症照影去看那個腦袋 你在咀嚼的時候 好幾個部位都會是發亮的 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牙齒比較健康的人比較聰明 不是比較聰明 失智的意思是 所以他沒有變聰明 沒有變聰明 只是原來的智商不見了 對對對 變聰明跟失智不太一樣 所以就牙齒好的人 對呀 智商別容易留住 對很好 你講得真好 那 孕婦早采什麼在講 喔唷很嚴重喔 這個牙周病 就是說如果您要懷孕的話 我們建議你最好把牙周病先解決掉 再懷孕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產生牙周 發炎的情況下 它會有很多的 發炎物質 嗯 這個發炎物質順著血管到處流 對胎兒非常的不好 包括體重過輕 包括早產都已經都確定了 那也是因為剛剛潘老師講的發炎物質 會順著血這樣流 所以腦中風 中風心肌梗塞應該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對它這個因為炒了好幾年了 炒了幾十年科學界一直沒有定論 他們確實去研究的時候發現 有牙周病的人 他的中風心肌梗塞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但是是不是說牙周病就可以造成腦中風跟心肌梗塞呢 現在的答案是不會 就是說是呢 美國心臟科醫學會跟牙科醫學會共同發表聯合聲明 認為它沒有因果關係 但是它可以加重 一個正確的刷牙的同時 你如果吃對東西也可以預防牙周病 正確答案是B 花生 耶 好 下一題請問 預防牙周病的好食材 A 年糕 B 雞蛋 A或B 請選擇 正確答案是B 雞蛋 耶 哇 朱欣怡連錯兩題喔 加油 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真的這樣出現了 很好很好 好 下一題 預防牙周病的好食材 A 牛奶 B 運動飲料 A或B 請選擇 你正在選不會 你故意的吧 確定了喔 沒有 正確答案是A 牛奶 太賤人了 他喜歡是9.9 好 下一題請問 預防牙周病的好食材 A 檸檬 B 蘋果 A或B 請選擇 4 應該是B 正確答案是B 蘋果 三位都答對了 好 最後一題請問 預防牙周病的好食材 A 紅燒魚 B 魷魚絲 A或B 請選擇 A 正確答案是A 紅燒魚 A 今天葛蘭選一下 這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這個階段積分呢 百榮姐是全對5分 那郭欣只有1分 大牙有4分喔 為什麼第5題 魷魚絲跟紅燒魚 妳選擇紅燒魚 我跟你講我選的方向都是 譬如說第一題瓜子 我覺得要用到牙齒就不好 然後第5題那個魷魚絲比較硬 然後要用到牙齒也不好 好奇怪 是 這樣滿好的 他這樣子講法是對的 我是這樣選的 然後年糕會黏在牙齒上 所以不好 他講得非常好 可是 就是不要有那個 黏在牙齒上 比如說你有很多東西 它黏在牙齒上 你如果不清潔的話 這就容易傷害牙齒 就不要黏牙齒 不要卡牙縫 然後不要會那個 不要會那個侵蝕牙齒 這些食物 不要太多酸性 對對對 欸你很好嘛 所以從這邊來看的話 你這個魷魚絲比較容易卡牙縫 你知道吧 咬咬咬咬咬咬咬 它會卡進去 沒有咬太細啊 對 一般 一般我不曉得你們的 吞就好了 一般我不曉得你們的牙齒怎麼樣 一般就是吃魷魚絲一般都會卡牙縫 會卡得蠻嚴重的 對 而且不太好清 對 所以如果說你從 踢除法也可以選這個答案 我試過這五題 用踢除法也可以把這些都踢掉 另外就是像百榮剛選正確的也可以 由正確的方向選也可以選得出來 對 那 運動飲料對牙齒不好 對不行 它在這個 在這個 美國牙齒網的六大這個 對牙齒最爛的這個 食物裡面包括 像可樂啦 果汁啦 運動飲料啦 酸味的糖果啦 能量飲料啦 還有醋啦等等的都不好 運動飲料哪邊對牙齒網 可是之前不是說要多一些維他命C嗎 有些運動飲料都會 我們還是要特別強調的 實在有件當時很正統的節目 我們都是希望從天然食物 攝取所有的營養素 不贊成用任何的飲料啦 或者是果汁啦 什麼的攝取 對 那檸檬維他命C多吧 不是 它很痠 它會清醒你的牙齒 它會清醒你的牙齒 對 我知道 是大字報叫我這樣問的 哦 別再耍耍牆購土雞蛋 白雞蛋 土雞蛋營養一樣好 土雞所生產的土雞蛋 營養價值比白雞蛋高 來 高雄姐 對 確定 恭喜你 答錯了 嘿 很多人都認為 土雞蛋好 對啊 那個長輩都是這麼講 沒有想到是錯的 而且它賣得很貴 迷思就是呢 蛋 就是白色的蛋 跟那個褐色的蛋 那個都一樣 哦 了解